我是一个霸总,有天我看到了弹幕说,我和女儿会火葬场遗憾终身。我是一个霸总,有天我看到了弹幕。弹幕里说,我妻子会被我和女儿伤透心,而我和女儿则会火葬场遗憾终身。 哇,你是说我们会因为这个险些毁掉合作,任由别人欺负自己女儿,甚至给女儿造黄瑶的女人,毁不当初。那些弹幕跳出来的时候,我正要往文件上签字,故里还有心情在这办公,老婆快跑了都不知道。谁让她是个大渣男,等烟烟甩了她就老实了。 大渣男,生平第一次被人这么骂。我愣了愣,但还是先打算把工作完成。嘖嘖嘖,顾渣男就是个工作机器,可怜烟烟不睡觉等她回家。我现在明白过来了,烟烟指的是我妻子柳如烟。她竟然在家里等我。可我明明告诉过她,最近公司要接大单子让她早点睡。等这个项目结束了,我再带她和女儿一起去国外旅游。 我放下了签字笔。柳如烟究竟是怎么回事?顾总,助理看我突然停止了动作,小心翼翼地问。我先回趟家,公司的事情你暂时管一下,好在这封文件不及。我披上外套,刚走出工大楼,司机就迎上来,替我打开车门。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道,回家,哟,想烟烟了。哼哼哼,想也没用。烟烟已经对她很失望了。 失望,她失什么望?似乎是感应到我的心声,有一条弹幕划过。顾扎男既然心里有露言这个白月光,为什么要和烟烟结婚还生下孩子?因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不少,公司近年也在拓展这方面的业务。 我接触过一些网文,对白月光这三个字很熟悉。但,露言算是我的白月光吗?他只是我上一个相亲对象啊,因为看不上我就没再继续联系。 现在在国外进修,我能感受到问号在头顶盘旋。 陈叔,开快点我不再理会那些弹幕的冷嘲热讽。 窗外的景色一一掠过,心中的疑虑也越发沉重。 柳如烟究竟在干什么? 二,虽然是商业联姻,但我和柳如烟还是接触过的。 初次见面时,她一身白裙,笑起来很和气。 顾先生您好,我也做了自我介绍。 那天,我们相处的还算融洽,柳如烟话不太多,大部分都是听我讲,偶尔附和几句。 之后也有过几次相处,双方都比较满意,就定下了婚事,一年后有了女儿清清。 柳如烟主动提出照顾家庭,我劝过她,女儿让我妈照顾就行。 她老人家很喜欢清清,而柳如烟则可以去做别的事,不必围着孩子打转。 我妈当年就是这样,一点点磨平了灵脚,辛苦操劳,我不想柳如烟也成为这副样子。 但柳如烟反而哭起来,我看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也只好游着她去了。 车子迟入别墅,我感到一丝不对劲,你们怎么都站在外面? 佣人们面面相去,最后还是保姆王妈先开口。 夫人她,在和小姐说话说话,说话用得着屏蔽别人。 我拧眉,事已先把门打开,但刚开了一条缝,我就听见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。 你是不是不想当我女儿了? 柳如烟头发凌乱,她双目通红,死死地盯着青青。 青青摔倒在地上,她惶恐地看着柳如烟,不知道昔日温柔的妈妈为什么突然变了个样子。 她只能抱住柳如烟的腿。 妈妈,谁知下一秒,竟然被柳如烟猛地踹开。 我直接闯了进去,柳如烟你在干什么? 我过于着急,也就忽视了那条烟烟好撒的弹幕。 三,青青看见我,哇得哭了出来。 爸爸。 我抱起她,青青拍着后背低哄。 青青找到了依靠,把头埋进我的脖子,一抽一抽地啜急。 我心斗碎了,青青因为是早产儿。 身体比较弱,加上因为工作忙我自知冷落了她,平日里是要什么给什么。 王妈,先把青青带下去,我不想当着她的面和柳如烟吵架。 王妈走了,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二人。 柳如烟,青青是你的女儿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? 我的女儿,难道青青不是你的女儿吗? 柳如烟眼眶发红,她喊道,你总是不着家,心里哪里还有我个女儿? 唉,烟烟真的好可怜,遇上这么个丈夫。 我看着这条弹幕,又看了看双眼红肿的柳如烟,最后还是叹了口气。 对不起,是我的问题,太阳打西边出来了,顾渣男既然会道歉。 喝,之前烟烟大半夜抱着青青去医院的时候,她又在哪里? 估计在陪白月光吧? 我咒没问,你之前带青青去医院了? 柳如烟闻言,原本平息的情绪再一次爆发。 是啊,青青发烧到三十度,你这个当爸爸的在哪? 她无脸痛哭,这副样子,我也只好把那句不是有家庭医生满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 最后事情以我的保证和道歉结束。 见柳如烟已经平静下来,我才把青青带到她面前。 小孩子还记得刚才柳如烟踹她的那脚,拽着我的裤腿不敢过去,只探出半个脑袋。 怯生生地看向一言不发的柳如烟。 哎呀,太可怜了,一意抱抱。 都怪顾渣男,让烟烟没了安全感,才脾气暴躁的。 一楼别同情这崽子,她。 这条弹幕速度太快,我来不及看清就消失了。 我回想那句安全感,觉得自己最近的确有些忙于工作。 于是接下来几天,我一下班就往家里赶。 青青很惊喜,柳如烟却还是淡淡的模样。 项目交接结束后,我难得给公司的人放了长假,带她和女儿去玩了几天。 青青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,兴奋地到处跑。 妈妈,你看,是贝壳。 小孩子哪会真正讨厌母亲,尽管对方打了她。 女儿飞扑进柳如烟怀里,讨好的举着手里的东西。 在期待的目光中,柳如烟抬手,轻轻地抚摸她的脑袋。 好温馨啊,如果一直这样就好了。 得了吧,这崽子耍心机,新来的别被她骗了。 柳如烟手一顿,又恢复了冷淡的样子,轻轻被她推开,意识有些猛。 四,之后的日子倒也平静,我尽量不应酬就不应酬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 这天,柳如烟脸上难得有了笑脸,见我进门就从沙发上起身。 我让王妈炖了汤,先喝一碗。 她接过我的西服,问,我摇了摇头,等会儿再喝吧。 轻轻呢,正在布置碗筷的王妈抬头。 小姐在卧室我有些奇怪,每次我回家,轻轻就会跑出来抱我。 连动画片都不看了,这次是怎么回事? 轻轻成绩有点不好,我就给她找了个家庭教师,现在在学习柳如烟解释。 我眉头又皱起来,轻轻才三年级,补课是不是太早了? 被我这么一说,柳如烟脸色顿时变得苍白。 我不也是为了轻轻好,现在竞争压力这么大,说着,她身体似乎失去了支撑摇摇晃晃,下一秒就会倒下。 烟烟说的也没错,顾扎男虽然有钱,也不能不为孩子的将来考虑。 烟烟想的就是周到,我,那就这样吧,柳如烟这才高兴起来。 放心吧,我给轻轻找的这个老师,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,专业也跟教育有关,绝对没问题,卧室门打开,轻轻和一个男人一前一后出来。 我有些不悦,你给轻轻找了的男老师。 男老师怎么了,柳如烟突然就提高了音量,难道你想要女老师? 这话听着怪怪的,可碍于外人在场,我也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。 男老师可以,可以,哈哈哈哈哈哈,第一次看过渣男那么卑微。 非得奄奄生气才会改,我怎么感觉轻轻有些不对劲啊? 轻轻,我这才注意到轻轻一反常态地躲在角落。 便拍了拍手,过来呀轻轻抖了下,他看了眼身边的男人,这才小跑过来。 却在即将扑进我怀抱时,想起了什么猛的杀猪。 爸爸他情绪有点低落,我看他这副黏黏的样子,试探性地问,是不是上课太累了? 又开始了,又开始了。 这崽子怎么那么会演啊?你干嘛这样说小孩子? 柳如烟眉眼一沉,轻轻他语气没什么异样可轻轻连忙到,爸爸妈妈也是为了我好。 我挺喜欢补习的,我觉得有问题,刚要说什么,柳如烟却急不走来,一把将轻轻扯到身后。 力气之大,轻轻不由的一个猎钱。 老公,连他自己都这么说了,就随他去吧。 我们先吃饭,他将汤放到我面前,眼里满是柔情。 呜,我本能的感觉不对劲。 不管是弹幕提到的轻轻在演戏,还是轻轻对柳如烟和老师的态度。 可偏偏这个时候,合作对象派人来谈事情,我只得先应付公司。 出乎意料,对方竟然是陆岩。 顾总,好久不见他一身干练的西服,举手投足间竟是上位者的气场。 白月光登场。 顾渣男都快把对方盯出个窟窿啊。 他眼神就不对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他还对陆岩念念不忘。 我眼神不对,我哪里不对? 陆岩现在不是我的相亲对象,他是我甲方。 就算真的念念不忘,那也是对他的投资念念不忘。 我真的要被这些弹幕气韵了。 陆总,请坐接下来,我不再理会弹幕里的话。 顾渣男竟然给陆岩加菜,我看陆岩也不是个好东西。 明知道顾渣男是有夫之妇,还跟他眉来眼去。 我注意到,大部分的弹幕跟之前嘲讽青青的,是同一个人发的。 那个人似乎对我和青青,以及陆岩有很深的恶意。 尤其是对陆岩,左一句小三,右一句不要脸。 那满屏的感叹号,看得我眼睛疼。 顾总,如果没什么别的问题,那我们就启用B方案吧。 陆岩的话把我拉回现实。 啊,好的,我伸出手。 陆总合作愉快,陆岩礼貌地笑了笑握住。 合作愉快,话音刚落,包厢门就被人踢开。 发出的声音很大,盖过了身后服务生的那句夫人,里面在谈试,您不要闯。 柳如烟站在门口,死死地盯着我们。 当他目光落在我和陆岩握在一起的手上时,眼里的怒火再也憋不住,尽数喷发。 他直径走向陆岩,然后抬起手,在众目睽睽之下,猛地给了他一巴掌。 六,啪,柳如烟。 我一把将他推开,挡在陆岩身前,你发什么疯。 陆岩半边脸都肿了,原本整洁的头发也被打乱,落下几根发丝。 勾兰样式,看着就恶性。 我靠,来了来了,渣男为小三质问原配。 就我一个人觉得这样不好吗? 顾渣男现在只是在跟陆岩谈生意。 谈生意用得着眉来眼去吗? 顾渣男这是精神出轨。 再说了,谁知道陆岩是怎么做到这个位置的。 我的态度激怒了柳如烟。 我发疯,难道不是你先跟别的女人背得约会? 包厢外逐渐围满了人。 我低声,有什么话回家再说这反而进一步刺激到了柳如烟? 他一把甩开我的手,你现在觉得丢脸了。 说着,他就要越过我去扯陆岩。 躲在别人老公身后做什么? 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 我情急之中推了他一下。 够了。 我只是在跟人谈生意,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行吗? 柳如烟没站稳,他倒退几步,摔了一跤。 再抬头,眼眶竟然红了。 你为了这个小三,竟然推我。 我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,突然感到陌生和疲惫。 但毕竟夫妻一场,我深吸几口气,平复好情绪后附身去扶她。 柳如烟却抢先一步站起。 他仰着下巴,尽力不让泪水掉下来。 倔强地说,不用你帮忙顾先生身体摇摇欲坠,仿佛一朵坚强的小白花。 我自己会走说完,他转身,慢慢朝门口踱步。 烟烟这个背影,破碎感拉满,顾渣男还站着干嘛。 追啊,就我感觉莫名其妙吗? 他跑进来一顿闹,也没有别的证据。 点了,还破碎感,我看陌延和顾渣男才要碎掉了。 七,为了表达歉意,我主动让力私承,合作才得以继续。 顾总,工作之余,还是要多注意和家人的关系啊。 陌延这话听得我一阵窘迫,这已经不是暗示,是明示。 柳如烟跟我陷入了冷战。 他不再等我到深夜,也不再亲手下厨,对此,我没有任何反应。 等着吧,之后火葬场有你受的。 直到青青问我,爸爸,你是不是跟妈妈吵架了? 我一直觉得,大人的事不能波及到孩子。 便蹲下身子,认真地看着女儿的眼睛。 青青,爸爸妈妈没吵架,只是爸爸最近有点忙,等爸爸忙完了,就带青青去游乐场,好不好? 说着伸出小拇指,青青这才露出笑脸,跟我拉钩,好。 两个酒窝荡漾在嘴角边。 我刚要揉揉他的小脑袋,王妈走进来,先生老师到了青青身子一缩。 那爸爸先走了,青青好好学习我侧身,和男老师擦肩而过。 没发现背后的青青,在和老师对视的那刻,露出恐惧的表情。 青青,我们今天学乘法,男人站在小孩面前,巨大的阴影像笼子,将顾青笼罩在底下。 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,宛若毒蛇盯猎物一般,盯着面前小小的女孩。 顾青下意识就要叫住顾黎,她害怕,她不想跟这个老师待在一起。 可妈妈的话却在耳边响起,你要是不听话,我就不要你了。 便硬生生忍住,只能看着卧室门关上。 爸。 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和柳如烟的事,特意打电话过来劝我。 柳如烟身体弱,性子比较多疑敏感,你平时多让着她点,否则你们闹冷战。 影响到青青多不好,我想到青青那句,爸爸,你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? 挂断电话,我想了想,还是先低头给柳如烟发消息。 对不起,是我没有在意你的感受,我已经不和陆岩来往了,屏幕显示已读,但柳如烟没有回复。 顾扎男这是后悔了。 可惜烟烟现在跟柳辉在一起,我们的目标是,月死顾扎男。 我知道柳辉,原本只是一个孤儿,被柳家收养后变成柳如烟名义上的哥哥。 他们在一起,我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桌炎,斜队脚上的手机开始震动。 是王妈,先生,不好了,小姐从楼上摔下来,现在在医院。 王妈说,她在收拾厨房时,听到有什么东西摔下来,倒在花园里。 过去一瞧,竟然是青青。 她软绵绵地趴在地上,一动也不动。 有血从她身下渗出。 我给夫人打电话,夫人不接我面色阴沉,轻轻摔断了腿,现在躺在手术室里。 而柳如烟仍旧没有任何回复,也不能怪烟烟,谁让顾青伤了她的心。 轻轻让柳如烟伤心,胸口似有一股火气在上腾。 我一边让特助去查柳如烟现在在哪,一边继续等待。 几小时后,红色提示灯转绿,手术很成功,腿保住了我刚舒口气,医生接下来的话,却给了我当头一棒。 九,轻轻双眼紧闭,她嘴里嘀咕着什么,凑近才听清楚。 妈妈,我错了,你不要走,我会乖乖听话的,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 我也不会再缠着爸爸,妈妈,我不由地握紧了拳头。 病人身上有很多人为造成的伤口,下身外部还有撕裂医生的话还回荡在耳边,我呼吸都要停滞了。 我的女儿,究竟遭遇了什么? 先生,我们找到夫人了,她在哪? 玫瑰公馆是一家酒店的名称,轻轻现在昏迷不行,她的柳辉竟然在酒店。 我这才知道,人在极其愤怒的前提下。 是会笑出声的,马上把她和那个男的带过来,顾扎男吃醋了。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她跪求奄奄回头的窝囊样。 你们确定她是吃醋吗? 我怎么感觉她要气疯了? 气疯就是吃醋呀,只是她现在还没意识到。 爸,爸爸轻轻醒了,我赶忙握住她的手。 爸爸在,轻轻你感觉怎么样?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 她摇了摇头,爸爸妈妈呢? 小孩好可怜,伤成这样还想着妈妈。 她现在可怜都是她自己做的,谁让她之前不好好对奄奄,现在火葬场了吧? 奄奄已经不要她了。 我尽量扯出一个笑安抚道,妈妈身体不舒服过几天再来看你,好不好? 轻轻安静下来,乖巧地摁了一声。 那轻轻能不能告诉爸爸,轻轻为什么会摔下来吗? 我,轻轻刚一张口,就又闭嘴了。 爸爸,我不能说,不能说,我愣住,为什么? 因为如果说了,爸爸你就会嫌弃我,然后妈妈也会生气,不要我了。 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? 顾扎男表情好可怕啊,这样轻轻都不敢回答了。 我这才发现,轻轻整个人都被子里,苍白的脸上满是不安和恐惧。 轻轻,不要怕,爸爸只是太着急了。 爸爸怎么会嫌弃轻轻呢? 你小时候有刺运车,全吐到我身上,爸爸也没有怪你,是不是? 轻轻歪头,他似乎是想起来了,表情也缓和下来。 至于妈妈,他也是爱你的,如果他真的不要你,又怎么会生下你,对不对? 我耐心开导,轻轻终于放下了戒备,说出了实情,是老师让我跳下去的,他还摸我,还我肚子。 说着说着,轻轻已经有了哭腔,我很痛,还很害怕,可是他说要听他的话,妈妈也说要听老师的话要乖,爸爸,什么是骚啊? 老师和妈妈都骂我骚时。 柳如烟是和柳辉一起来的。 他倚靠在对方身上,将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到我面前。 顾先生,我们还是分开吧,你去找你的白月光,我去追寻我的幸福,从此一别两宽,各自安好,再不相见他神色平静,却有难掩的痛苦。 柳辉搂着他的肩膀,目光中满是心疼,顾扎男终于失去了烟烟。 接下来就是追击火葬场了,顾扎男和孩子记起烟烟的好,苦苦哀求烟烟回头,磨正了吧,小孩都被他祸害成这样,还能记起他的好。 他好在哪里,加10086,我要是有这种妈,他离开那天我放烟花庆祝,这崽子不要脸,我也是女人,难道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,就知道装绿茶。 楼上的我注意你很久了,满嘴喷喷是吧,用龌龊的心思去看待一个孩子,我龌龊,我也有女儿,亲身经历罢了,弹幕炒翻了天,我却异常平静。 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很正常,但有两点,第一,孩子归我,第二,只要三万。 看来烟烟还是爱顾扎男的,既然没让他近身出户,还只要三万。 顾扎男的身价都不止三个亿吧。 顾先生,你怎么还不签字? 柳如烟语气冷漠,眼底却有隐约的期待和得意。 顾扎男犹豫了,现在后悔已经晚了,柳辉对烟烟可好了,支持他上位。 我迅速签好字,在柳如烟惊恐的目光中,将离婚协议书揉成一团,猛地砸到他脸上。 滚。 十一,纸团轻轻地擦过,落到地上。 柳辉下意识就要冲上来跟我理论,被柳如烟拦住。 顾先生,我们好聚好散,你何必侮辱人? 剧情是不是不对啊? 顾扎男竟然真的签字了。 莫慌,这只是顾扎男欲擒故纵的手段。 等真的离了婚,急得又是他。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看到编剧写的那句女人,你不要给我耍小把戏时,会有憋屈的感觉。 因为我现在就很憋屈,有种手扇步了弹幕的无力感。 跟柳如烟离婚,我会急,我只会哈哈大笑。 柳如烟原本灰暗的神色,立时迸发出光彩。 顾先生,我走了,他扭过身体,步子却放得很慢,似乎在等我说什么。 他是在走梯台吗? 戏真的很多,烟烟这是在给顾扎男机会。 顾扎男竟然真做得住。 我冷眼旁观,在柳如烟即将出门时叫住了他。 顾扎男憋不住了,笑死,让你装。 柳如烟顿了顿。 他转头,眼角缓缓流下一滴泪。 顾先生,我们已经不可能了,我指了指地上。 离婚协议书,你忘记拿了那一瞬间,柳如烟的脸上像是开了染房。 一阵红一阵白,非常鲜艳。 十二,我并不打算就这样结束。 那个男老师偷跑时被抓住,带到我面前。 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啊,是柳如烟,是柳如烟说要给那个小剑人教训。 我直接给了他一脚,嘴巴放干净点,那是我女儿。 在恐惧的驱使下,男人说出所有的来龙去脉。 他是柳如烟的远房亲戚,有天柳如烟找到他,想让他帮忙拖住自己的女儿。 他一天到晚缠着我老公,还在我老公那里装绿茶半可怜。 害得我老公都不来哄我了。 柳如烟说这话时,咬牙切齿,你帮我给他点教训。 我的脸色,越听越阴沉,心也像被撕裂一样痛。 我怎么也没想到,柳如烟竟然会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,还这样污蔑她。 我本以为,她作为母亲,再不可理喻也会。 青青,她还那么小,遇到这种事时,该会有多害怕多无助。 顾总看着好生气,能不生气吗?我都气炸了。 不是火葬场吗?我又被诈骗了。 无良作者,柳如烟难道说错了? 她女儿就是在半可怜,之前还帮着小三枪烟烟。 原来,柳如烟早就见过陆烟,她故意问青青。 那个阿姨好看,还是妈妈好看。 那天,陆延穿着一件红色长裙,跨着包弯腰进了车。 恰好红色是青青最喜欢的颜色,所以她说,阿姨好看,但,她还没说完,柳如烟的脸色就猛得变了。 青青被她扇了巴掌,她好看,养不熟的白眼狼,胳膊肘朝外拐。 难怪弹幕说你会护着小三。 青青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,但很快她就反应过来辩解道, 不是的妈妈,我想说。 你还想说什么? 柳如烟独自上了车,把青青拦在外面。 你既然这么喜欢那个小三,你就去当她女儿吧。 我不要你了,对孩子来说,最可怕的,就是母亲的冷漠和抛弃。 车子逐渐远去,青青边哭边追,妈妈妈妈。 可任凭她怎么喊,柳如烟都没回头。 最后还是司机看不下去,偷偷打电话给了另外一个同事,让她去把青青带回来。 而当我回家时,就看见柳如烟踹了青青一脚,嘴里还喊着,你是不是不想当我女儿了? 十三,我给了那个男人一拳,紧接着又是一脚。 她仰天倒下,胸口被我狠踹,饶命啊饶命,我知道错了,我知道错了。 她痛得满地打滚连连求饶。 打得好,顾总威武,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的称呼从顾渣男变成了顾总,我挺满意。 然后录下她道歉求饶的视频。 青青看到时,原本灰暗的神色立实放出光彩。 等青青出院后,我给青青找了心理疏导师。 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,青青逐渐恢复了之前活泼的性格。 过去的阴霾也一扫而空。 爸爸,她一看到我,放下手里的积木,像只小鸟飞扑进我早已张开的怀抱里。 真好,希望青青不要有阴影,青青以后要天天开心。 我妈远远地看着,欲言又止。 青青先去玩,等会儿吃饭了,爸爸在叫你等青青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。 我先打断我妈的话,我知道您想说什么,我不会帮柳如烟的离婚后。 柳家失去故事的支持,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。 柳父听说女儿和养子私奔,气得打断了柳慧一条腿,把她赶了出去。 柳如烟因为是独女,就留了下来。 柳父为了资金,逼迫柳如烟嫁给一个爆发户。 柳如烟宁死不从。 不知怎的竟然给我打电话。 顾黎,我们复婚吧,我求求你了。 你难道忍心看我跟别人结婚吗? 青青还需要妈妈呢? 我冷漠回复,她就算需要妈妈也不需要你这种母亲说完。 不顾那头柳如烟的哭喊,我直接拉黑了她的号码。 顾渣男,你竟然不就柳如烟。 你失心疯了,你不是爱她吗? 很快,这条弹幕就被围攻了。 失心疯,就她才是失心疯。 这都能扯到爱情上,性缘脑收收位。 柳如烟干了什么,你是一句话都不说啊? 没想到,她竟然求到我妈这儿了。 其实,我妈还是很喜欢柳如烟的。 一开始的柳如烟,说话细声细气,对谁都很温和。 谁知道最后会闹成这样,那行吧,柳如烟做得太过分。 青青看上这种妈,真是。 我妈说不下去了,揉了揉眼睛,把泪水擦掉。 但很快,她就变了副表情。 青青在楼上招手,奶奶,我晚上想吃你做的小包子。 好,十四,再听到柳如烟的消息,是在几年后。 彼时,我又谈下几个大单子,公司蒸蒸日上。 青青也即将小学毕业,性格活泼开朗,成绩优异。 我妈则种种花,跟隔壁的老夫人们一起旅游,而那些弹幕,也已经很久没出现了。 柳家已经破产,柳如烟则因为残疾,又失去养父母助力,只能窝在后厨当洗碗工。 爆发户对柳如烟不好,不但光明正大把情人带回家,还对她非打击嘛。 受不了的柳如烟竟然又和柳如烟勾搭上,二人被当场捉奸。 爆发户将柳如烟揍了半死,又跟柳如烟离了婚,她近身出户。 而和我离婚分道的那三万块钱,也被柳辉骗走。 柳如烟只能沿街祈祷,嘴里嘀嘀咕咕的念叨。 不对啊,不对啊,顾黎和顾青应该来求我原谅,他们悔不当初,我坐拥美好人生。 这都是弹幕告诉我的,怎么会这样? 她已经半疯了,我听说后,什么感触都没有,手上正是新出的剧本。 顾总,您看这本林总他后悔了怎么样? 这是短剧市场最近的火爆类型,我笑了笑,不怎么样全文完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